¡66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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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满点指铁 《轴声畅畅拯卷》 生命天使 慈悲放眼如秋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宁静的修行 如果你希望 全心全意地修持佛法 不要不断地被执着 与称恨的波浪 飞来抛去 那就放弃执着与称恨 前往一个屁静处 把你的心转向内在 发现你的缺点加以根捉 并发展你所有本具的良善品质 满足于仅仅足够维持生命的食物 仅仅足够蔽体的衣着 如此 你的修行将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年复一年定 有所进展 一旦你远离 所有令人分心的情境 你的修行 将使你 在修道上前进 这是为什么 过去所有的与且事 都如同乞丐 从一个屁静处 流浪至另一个屁静处 当你住在屁静处时 负面情绪会逐渐消失 自制和节度会随之增长 在一个屁静处 没有要击败的敌人 没有要保护的亲人 没有要敬仰的上司 没有要照料的无人 因此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除了调伏你的心之外 你还必须做些什么呢 几天大时说 因此 贪育和需求 使我们感到艳里 现在让我们随喜 在屁静处 在那地方 所有的争斗和冲突 都止息了 只有绿林的平和可极尽 返庸俗雾 如同一个沼泽 偷沫一头寻找清凉地的大象 深情的亲友 如同绿族 把你拘留在轮回之中 今生的欢乐 如同一根骨头 被一只乌鸦的老狗啃咬 对于感官绝受的爱恨纠缠 如同昆虫落入的蜂蜜 被恐惧绝住的你 把他们全都抛弃 如风如鸟一般 不执着于获得 如一头害羞的动物 居住在荒野 如实行止 你将住于安宁 舞绕之中 即使只在一个宁静 偏僻的处所停留一个月 将足以使你的称恨 被利益他人的愿望所取代 使你对朋友的执着 被无常与死亡逼近的强烈感受 所取代 仲敦伐大师说 这个时代 不是单从外表帮助 其他众生的时代 而是居住在僻尽处 修持菩提心的 爱与慈悲的时代 阿底下尊者说 在你获得定义之前 散满会损害你的修行 居住在森林和山区的僻尽处 远离令人沮丧的活动 你将能够全心全意地修持佛法 在死亡时 你将没有悔恨 不论你从事了什么样的禅修或思考 不论你从事了什么样的禅修或思考 它都不会白白被浪费 在死亡时 它所带来的利益 将出现在你的心绪之中 帮助你投身在一个佛法新圣 靠近一个真正上师的住所 文的核心是思 思的核心是修 随着你越来越深入教法的意义 佛法不可思议的功德 将变得更加清晰 如同你飞得越高 太阳就显得更加明亮灿烂 你变得宁静平和 乃是你已经完全融会贯通 所闻知佛法的征兆 逆离于烦恼 乃是你已经完全融入禅修的征兆 随着闻通向思 思转化成为修 你对今生充满迷惘的活动的渴望 将会减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你每天只修行一个小时 但只要怀着信心和热忱来修行 良善的品质将逐渐增长 规律地修行 能够轻易转化你的心 从了解世俗地 你终将全然地 确信圣意地的意义 如果你让时间毫无意义地逝去 那么在死亡时 你将后悔没有修制或法 但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迟 悔恨将没有任何帮助 此时此刻 几事前往